这次发生在美国南加州的大火范围非常广泛 固然在马利布这边一般人的印象里面是有钱人所住的野树区 但事实上包括了在美墨边界许许多多生活贫困的灾民 也因为这一场的大火让他们本来可以安身立命的房子 全部都被烧毁了 急需各界的协助和帮忙 因此全美各地的慈祭人本着取之于当地 用之于当地的精神发起了大火无情 人间有爱的募款和募星活动 在这个周末和假日呢 特别在两天来进行 这次在全美20个周 第二天已经有207个定点来进行街头募款和募大家的善念 许多路过的民众都发挥他们的爱心 传出了许多温馨的故事 德州阿灵顿的慈祭人在超市前募款 一位妇人不止投下善款 还给慈祭人一个拥抱 无形中就像是在替慈祭人加油打气 而在西贡台北超市前 有一位背着一大袋白敏的年轻人 不嫌麻烦地投入善款 让人感受到他的热情 除了慈祭职工 当地的慈亲和慈少 也参与了募款活动 难能可贵的是 圣地牙哥的慈祐也跟着爸爸妈妈走上街头 用他们可爱的微笑征服路过的民众 另外在洛杉矶圣盖博区 一位正在擦玻璃的墨西哥人看到拿着募款箱的志工 马上掏出十元美金投入箱子 而这十元可是需要他工作一个半小时 而在喜瑞都许多路过的民众也是恶话不说 就把手上的钱投入箱子中 这位越南籍的富人更是向志工索取地址 回家后可以填写支票来捐款 另外做善事可不是大人才会 在凤凰城就有父母带着小朋友把钱投进箱子 在旧金山也有两位小朋友在爸爸的引导下捐出零用钱 年纪虽小就有着行善主人的观念 而一位房屋全毁的照顾户 在接受慈祭人限制卡的发放时 感动之余将身上所剩的二十元纸钞 掏出投入竹筒中 慈祭人不仅行善也带动大家行善 就好像形成了一个爱的循环 大爱新闻美国综合报导